28号 黄浦区举行广州开发区决胜13-5收官站 即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投试产活动 作为分会场 广州科学城爱沙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同步举办 整体启用即国际理解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接牌活动 陈祥报道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学校 学校在2020年内完成建设目标并整体启用 成为黄浦区13-5规划中成功投试产的重大国际教育项目 目前黄浦区内国际学校数量已占全市的60% 这个学校占地只有50基亡 但是建的是比较的齐全 功能比较齐全 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区内学校的建设 在这一个建设方面 多来学一学我们艾莎的这样一个建筑的风格 建筑的模式 学校新接牌的国际理解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将以黄浦区为起点 在人才培养 课程优化和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 发挥协同优势 逐步形成国际教育创新要素聚集的战略高地 我觉得这个学校很好 因为我在中文进步很多 我每天进步 每一个东西我进步 在这个学校 近年来 黄浦区不断提升保教质量 学前教育方面也得到稳步推进 28号 广州市黄浦区联合中心幼儿园 正式更名为广州科学城第一幼儿园 园内共设置18个教学班 提供600个学位 将着力打造三至六岁学前教育年龄段的科学特色教育品牌 广州电视记者陈祥报道